長大就是一個離家越來越遠的過程 這不是許多年輕人來到都市的目的 但是卻成為大多數人的結果 我從大學的時候開始接觸戲劇表演和音樂創作 可以透過藝術創作將生命中的體悟故事 分享甚至影響別人一直是我的夢想 我從小跟我阿公阿嬤感情非常好 我的阿公阿嬤都會到處跟別人炫耀說我是電影明星 每次回台南的時候他們總是會很關心我的寫歌進度 然後我阿公都會問我有沒有成為一個Hito的歌手 那我為了讓他們開心 我就會把劇在台北的生活講得非常的精彩忙碌 但其實事實並不是這樣 現實跟理想中間總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那在一年前我來到一間襯衫這間新媒體公司 擔任人物故事企劃 到了這裡我才找到理想跟現實平衡的解答 當我在企劃拍攝一個人物故事的過程中 我好像也一起參與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片刻 那看著人們因我說的故事拍的影片感動甚至和解 這種滿足是不言而喻的 工作上我們必須要常常開車到台灣各個地方進行拍攝 那行程往往總是很緊湊 甚至連花時間找停車位這種事情都要盡量避免 所以我總是在想辦法幫大家擠出多一點的時間 爭取多拍一個好看鏡頭的機會 就是為了可以呈現出更完整的故事 讓觀眾可以感到共鳴 雖然投入影像工作 但是我依然沒有放棄劇場表演還有音樂創作 那我會利用下班的時間拍戲 週末放假的時候練團寫歌 那就算我沒有時間進到辦公室 也可以透過線上的視訊會議系統跟公司啊 還有客戶一起拍會 過去曾經有人告訴我說 你不可能同時兼顧所有事情 但是我想要趁現在有力氣的時候放手一搏 反正年輕人的籌碼就是就算失敗也沒有什麼好失去的嘛 那我覺得當你夠清楚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標的時候 人生的所有選項其實可以不用選擇 而可以兼得 但實踐理想的過程中是不可能沒有犧牲的 我覺得工作就是一場等價交換 但是人往往要等到失去過後 才會明白我們犧牲的其實是我們最不應該錯過的東西 我從小跟阿嬤的感情非常好 然後我每年最快的時光就是可以寒暑回到南部到阿嬤家 那長大以後啊我就會常有時每次我就會自己搭客運到南部 然後我在阿嬤身邊給他買菜啊給他看病 然後阿嬤都會開玩笑說我是甩不開的阿嬤蟲 這幾年阿嬤罹了阿茲阿摩症 記憶力退化的很嚴重 那不久前他還跌到住院 但因為在台北的我有工作再生 我根本無力可以陪伴阿嬤也沒有辦法為他做什麼 當我在搜尋台灣各處有故事的企劃的時候 我發現在屏東有一個老人無強的安養院 他們只要佩戴一個平安服 就可以隨時定位長輩的位置 讓無法在家陪伴長輩的年輕人們 有一個照顧家人的方法 我今年25歲在繁忙的台北工作生存 當我看見世界越大 我就會覺得自己越渺小 我曾經也有那種改變世界的雄心壯志 但是現在的我只求不要被這個世界改變 我覺得長大不可能沒有犧牲 但是現在的科技發達 成像之間的距離已經越來越小了 科技可以幫助我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 守護好家人 照顧好自己 我希望自己可以永遠記得 現在努力勇敢 而且年輕一樣 我希望你能夠不及 和你發現我無傳自己 請你來欣賞我花山的心 請你來欣賞我花山的心 我希望你能夠不及 最高人的思量 我iblical也不及 完全沒有給你 還可以保存 我短時間 我常到我 還多了 總常 這一條 還沒有 最好的 還沒有 感谢观看